好,《智學三重咒》又開播了 這次我們的主題就是講一下藝術和道德的關係 因為前一陣子就是我們有一個電影叫做《我的十九歲》 吸十九歲的我,吸十九歲的我,引起社會很大的爭議 為什麼?因為這部電影其實是一部片來的 就是拍一班中學生成長的過程,好像經過很多年 爭議的地方就是,因為這部電影原本說不是公映的 給學校的那些校友看來籌款,只不過這樣做DVD 但是後來,導演張宴廷又想將他公映 其中一位學生就很反對,因為他覺得會對他很大的影響 並且他有心理醫生,證明他如果電影真的公映,真的上映 這部電影就會有很大的影響,引起很多爭議 又涉及到雙方的所謂合約和法律的糾紛 後來這部電影是沒有公映的,似乎導演就是屈服了 但後來又有另一個問題,因為電影金像獎 就是攀了最佳電影給《吸十口水的我》 但其實電影,理論上是沒有公映過的 為什麼又可以得獎呢? 所以之前電影評論學會也是給了最佳電影的電影 這就更加引起社會大反應 因為好像演變成電影圈和社會大眾的對立 我網上看到很多KOL都會批評這些事件 就是覺得這個電影金像獎在那裡玩東西 或者電影金像獎在那裡鬥氣 電影人是這樣的,為什麼要理大眾這麼多呢? 甚至有些KOL很激氣說如果藝術不道德 或者藝術標榜那些很違反道德的東西 那這個藝術當然是不好的了 但這裡有個問題,因為其中一個節目我喜歡聽的 KOL,就是很火鬼在說這件事 但問題是他混亂了生產這個藝術的過程是不道德 因為他和這件作品本身表達不道德的東西是兩回事 我覺得他就混亂了這一點 有一點就是無限上綱,如果他這樣批評的話 所以我們這次由這個開始就是 一件藝術作品,如果生產的過程 涉及一些不道德的東西,有沒有問題呢? 或者是到什麼程度才可以接受呢? 好了,另一個就是,這件作品本身呢? 有沒有一些道德性質呢? 就是它的內容本身,有沒有一些道德性質呢? 有沒有一些道德主張呢? 這樣的所謂道德主張或者道德主張 它跟這件作品的價值有沒有關係呢? 會不會就是,如果它有些道德內容 是我們大家都同意的,價值高一些呢? 或者說,如果它的道德內容是違反我們一些道德常識 價值會不會價值低一些呢? 因為沒有關係呢? 我想我們今天呢,就可以跟這兩方面去討論這個問題 就是藝術和道德的關係 好了,看看兩位有沒有一些可以先說 我想我們可以先說 你先說,你先說 你先說 我先說 我們是藝術和技術家 好了,我們要怎麼聽 我想我們可以有一個類比的 就是譬如,一件產品 一件產品 它是 這件產品本身呢 會不會是污染環境呢? 在匯市呢? OK 但這件產品去生產過程 裡面有沒有污染環境 也是你的匯市來的 即是說 當我們 譬如,現在這件產品 它進入口了 OK,進入我們這個社會了 那我們去 去評價它的時候 給不給它售賣的時候 那我們通常呢 我們通常只看 這件產品 它會不會是污染環境而已 我們通常都不會理 這件產品 它生產過程是怎樣的 OK 如果站在我的角度呢 就是 我傾向就是 它的生產過程是怎樣的 其實就是 當然你可以道德譴責它的 OK 但是呢 你就不應該因為這樣 就防我這件產品去售賣 就是我大大的這樣看 OK 那我看看兩位有什麼意見 先在這裡 我不知道 就是 通常提這個問題的時候 就是我很少談這個問題 不過我記得我自己講 就是在大學講書的時候 講道家思想的時候 就是我都去differentiate 就是去分辨道家和儒家的分別的時候 這個issue都come up的 都出現的 就是你說儒家和道家有什麼分別的話呢 我想一個最大的分別呢 就在於 儒家會將道德價值 看成為人生最高價值 是吧 就是一切其它價值 你 不是沒有價值 是吧 就是功貴價值總有它的價值 是吧 就是富以貴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德之 是不處 就是不是說富貴不好 但是你不用道德的手段獲取 那就我們不要了 是吧 所以因此之故 道德的價值最高的 是吧 所以 甚至去到一些地方 就是人生的意義 在儒家的角度看著 在於你是否一個道德的人 你是否實踐了一個道德的自我 是吧 所以當這個絕量於塵那段 大家可能記得的論語 絕量於塵 那這個 就是跟隨孔子的弟子們 都從這病莫能輕 就是跟隨的全部都病了 站不到 就是餓到站不起來 結果子盧就很生氣 就說 哇 就是君子亦有窮苦 就是君子道德高尚的人 難道都要面對絕境 都要這樣餓死 結果孔子就說 什麼 就是這個 君子固窮 君子固窮 不是說君子固然會窮 是君子在絕境之中固守原則 是吧 跟著呢 小人控思濫耳 小人就不同了 一面對絕境呢 就什麼都來了 亂來了 本來就是 寧願 就是 面對絕境 在絕境裡面死也好 你都不可以放棄 或者那個 就是 放棄那個道德原則的 OK 這個很明顯顯示一種 對道德 視道德為最高價值的一個情況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說法的話 這個很明顯 我連餓死 生命都可以犧牲 為道德犧牲 更加不可能為藝術作品犧牲 就是 這些儒家傳統對藝術 一直都有些 有些彼此 特別你去到 去到宋朝的時候 程衣邨 程衣邨最有趣的了 那時候他 你知道宋朝有很多文人的 他的同事 蘇東波這些 出了名字 書畫 詩詞 樣樣精通 但是你一去到程衣邨 程衣邨很出名的一句說話 他說 我一生人 不吃茶 不絕茶 亦不識話 我茶不喝 話不看 就是覺得喝茶看話 這些人換物喪智 就是做人應該 最重要是什麼 做這個道德修養 是不是 你真的喝茶 喝茶 說這些 蘇東波這些人就入樓了 是不是 他這樣說 其實他沒有直接罵蘇東波 但是很明顯這些就是 炳蘇東波的 那時候 那時候蘇東波是太子太富的 太子少父 剛剛高他半級 我不喜歡 所以你看儒家的傳統裡面 看來都有這樣的傾向 如果你給他的話 如果你因為要做一件藝術作品 而放棄一個道德原則的話 那就一定不能夠允許的 一定不能夠允許的 不理那個 這個就是小人窮私濫耳的表現 你一去到絕境 比如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你做一件裝置藝術 我經常都說這個例子 因為我想不到其他例子 因為我不熟悉藝術 我只想到這個例子 為什麼 比如你整個裝置藝術 砌了一塊東西出來 那就差一點才完成的 你只差一支波板糖 我經常想起波板糖 就是你只差一支波板糖 你拆下去 那你整個多瓶藝術就漂亮了 完成了 很偉大的作品 你就是只差一支波板糖 你做了15分鐘就死了 你15分鐘之後 你找不到一支波板糖回來 拆下去完成的作品的話 那終生遺憾 就完成不了這個偉大的作品 死了 真的好慘 就在這個時候 有個小朋友一下 他有支波板糖 他不肯給你 你偷偷拐一片搶 才可以拿支波板糖的 那你跟他騙不騙 他搶不搶的支波板糖 來完成這個偉大的作品 看來 你搶那個小朋友的支波板糖 是壞 但不是強加殺人 不是一個很嚴重的道德錯誤 但是我犯一個小小的道德錯誤 能夠完成一個很偉大的藝術作品 是不是這樣都不可以呢 是不是 我那個技術作品的價值 override 你這個這麼少的道德錯誤 那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你說 我要強姦一個人 才可以完成這個技術作品 我當然覺得有問題 但是我只是騙一個小朋友的波板糖 都是不道德 我都同意一下 但是是不是就OK 就是是不是比較能夠接受呢 我會覺得 道家會比較傾向於 就是 凡是我的出自我的自然 我都會將它實踐 是吧 道德固自然是我的自然 但是藝術都是我的自然 他們沒有說誰呢 是比誰高一點的 那在不同的情況下 道德價值 比較小 好像剛才那樣 藝術價值比較高 那就是說 不是道德價值本身 任何情況下 都一定比藝術價值高 那就看情況了 所以有些情況下 我相信 道家會比較容許你 在這些地方呢 沒有那麼道德都不要緊 因為你完成了一個更加大 更加高的 藝術價值 但是瑜伽呢 我就比較 我會覺得 瑜伽就會 不找他了 絕對不找他了 我連死 君子顧窮 我連死都不可以 不可以放棄道德 我怎麼可能為了一個 藝術作品來放棄道德呢 所以我覺得 兩家就在這裡會有這個分歧 那我個人就 這樣看法呢 我個人就比較傾向於我自己 現在這樣 interpret的那個道家的看法 就是說 道德不是說 不是說 任何情況下 都一定是道德特朗普 非道德價值的 是不是 但是 真的要看情況 真的要看情況 如果是 只是小小的道德問題 當然 什麼叫小 什麼叫大 可能有得爭 這個大致上 我現在的看法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我也講一下 就是David的講法 先講明學 不熟藝術 這個 一直在很多學期的過程都是 都有提過 相對說 文學熟一點 文學是出身的 如果你當文學和藝術 都有一定的關係 你都說我熟一點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要我講藝術 我通常都叫文學做例子 Darry剛才說的 儒家和道家的分別 我都有看文學史 文學評論 甚至藝術史 藝術評論都有 不過當然是再少很多 相對於文學那些 我印象了中國藝術史 或中國文學史 漁家的光譜比較闊 就不是這麼窄 一是你說漁家 道德價值高過其他價值 所以藝術 兩者比較高過藝術 我印象中就是這樣 因為漁家都很大的 光譜有先進瑜 有宗明瑜 還有當代新瑜家 另外不同的瑜者也有不同的說法 譬如只是以當代新瑜家為例 有些人很重視藝術的 不過他可能關心瑜家 道德多些 但是他們都沒有說過 說藝術不及道德 譬如我所知 唐君先生 甚至Dave老師 劉術先生 都很多說藝術文學的東西 另外成中英 我知道 我沒有看他們的東西 不過好像 偶爾看到一些文件他們提過 他們很重視文學 所以那個說法 對於一部分可能適用 對於一部分不差 那是不是大部分 或過一半 我印象好像不是 因為光譜很闊 有些是很道德主義 像剛才我們之前談過的那些 道德高於一切 這叫道德主義 但是有些就不是道德主義 雖然是否維美主義 就不一定是 但是是否就是道德主義 有些我印象中不是 比如剛才講過幾位 我所了解 應該不是 特別是唐君先生 我就比較熟悉 他很多時候都說 很多文學藝術的東西 是吧 我覺得他不是一個道德主義者 至於你說 若式的道德主義 就是若到什麼意思呢 若到就是 道德和藝術有一定關係 那時候我覺得 不需要分什麼家 很多人會有這樣的看法 看法也都合理的 正如我們有一次說 莊子 比如我提到相對主義 相對主義一般理解 好像比較強一些那些 那些都相對的 沒有絕對真理 那就容易出問題了 但是你說若式那種就是 看東西都是有相對性的 這樣的時候 一方面合理 一方面又 不需要標榜是一個學派 很多人都會同意這個說法 這樣 那這個就是對David的講法的回應 那江耀那裡 反而我是問的 因為我真的不熟 你提一下張婉庭那個事件 那我想問回 我很清楚你的意思 你好像想分開 製作道德 製作藝術動不動得 還有那個藝術品本身動不動得 你又想分開兩件事 因為那個事件我不知道 就是說有些人是混合了兩件事 但是我反而最想知道 那件事為什麼是不動得呢 因為我知不知道的 我又不是太關心 始終我不是搞藝術 又不是電影那裡很喜歡 很長時間去看 不過反而關心就是 張婉庭做的事是不是不動得 因為我所知 他好像最主要說他不動得 就是親民私隱 就是說那個女學生都不喜歡 不同意的你拿出來 我好像有記者訪問 訪問李麗珊好像說 沒有說是公開 後來公開了 我一輩子不知道 好像聽過一個說法 就說起碼在學生那裡簽了一約 不過可能學生小時候 那時候父母幫人簽的 後來大了他們又反口 好像有些大概的細節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我覺得張婉庭 起碼就不是那麼不道德 就算有不道德的做法也好 但是不是那麼大 因為你簽約那裡可以爭論 比如你小時候簽了 你後來反對你大了 還有他最重要就是 他後來真的不出一部電影 所以他製作那裡算不道德呢 因為我一知半解 聽不聽一點 剛才又可以講得到 長者說就你的看法 講一講 那麼多人那個詳情我都不清楚 他說 那個是一個藥 他只不過是同意書 因為我了解就是 那些學生是不是收錢的 他不是一個 我收錢 然後我做個工作 不是那種性德 純粹就是義務的 OK 就是同意做一件事 那算不算 算不算是一個很正式的約 這個我又不清楚 如果我們回到剛才我提到的問題 就是說 一件作品就是 我可以從兩方面看 他跟道德的關係 就是他製作過程 有沒有不道德的東西呢 OK 那第二個就是 他製作完成之後 這件作品本身 他有沒有表達一些 道德或者不道德的東西呢 OK 那我們看回這個事件就是 他整個製作過程 我們不是很清楚 因為 就是說如果有些參與的女生 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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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 做這件事的時候 OK 她之間的交往是怎樣呢 因為 因為你很難想像就是說 她一直都沒有問題 就是一直都 都願意 但到最後就不願意 就是 就是很難會突然間變的 我猜 她多一些 中間可能她 開始就是 不想參與 那可能她中間就是 她可能又欺騙又哄 就是這類東西我猜 OK 或者說 她最初說 她最初說 不公映 是不是要公映這件事 OK 那這個似乎就是 一些欺騙成份 OK 那這些東西 我們都不知道 那我們 我們不可以討論到 現在問題就是說 她就說 如果這部電影上映 就會對那個公映 就會對那個學生 造成一些 心理上很重要的事情 不要影響 OK 那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變了是 剛才我提到的 第三個情況 就是 那個作品產生的效果 對某些人有些不好效果 所以這個 這個比較特殊一點 因為 如果就算有不好效果 這個都是對那個參與者 有不好效果 對於大部分人 可能都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感覺 都沒有 那這個 這個個案 比較特別 因為 她現在是說 這件作品 公映之後 有一個不好的後果 就是 會傷害到這個 當事人 OK 那現在 如果那個道德問題 就變成在這裡 OK 就是說如果她不公映 她就傷害不了她 那應該就沒事了 那現在不公映 OK 那就沒有問題了 應該是 OK 不會有這個問題了 至於中間 她的生育過程 有沒有一些又騙又騙的事情 我們不知道 所有的判斷都 即是生育過程 事故不道德 那我們不知道 OK 好了 那 但是我 我剛才提到 就是說 譬如有些 KOL 她就混亂了 就是說 這件作品本 因為這件作品 我雖然沒有看過而已 但是她應該就是 跟她讀不讀德沒有什麼關係 就是應該她又不是 不道德 又不是會宣揚一些道德主張 我想是沒有關係的 純粹是這件作品 OK 當然可以說她的 證明價值都還沒有頂的 那我不知道 OK 那這個是沒有問題 就是這件作品本身就是沒有牽涉到 道不道德的 不過是生育過程 還有如果她一旦供應 會有些不好影響 那裡說道不道德 那如果是照我看 就是 已經是沒有什麼事了 如果這個事件 OK 因為她已經不供應了 OK 不過就是變了是 譬如 那些KOL很憤怒就是 她很憤怒就是 原因就是混淆了一兩件事而已 生育過程 不道德和這件作品本身的不道德 就是她認定了生育過程是不道德的 有問題了 那我先當是 OK 她就將這個性質 轉移到這件作品本身不道德 這個是有問題 就是她為什麼這麼憤怒 就是一個誤會 其中一個點就是一個誤會 她混淆了一兩件事 我想知道是怎樣 不過這樣啊 光耀我明白你的分辨 但是正如我剛才說 我的意思都是說 一個藝術作品 如果她的生產過程裡面 有不道德的手奪 但是如果你生產出來的 那個作品的藝術價值 相當高 可以override 那些少許的不道德的話 那滑許我們可以接受的 滑許我們可以接受的 就是我都不敢斬釘字節這麼說 但是總比較起完全不能 就是無法談 就是少許不道德的東西 都不可以做的 那樣子 譬如說 用這齣戲來做個例子 我不知道她跟那個女學生之間 本來那個deal是怎樣的 我不敢說的 但是看來呢 那些記者顯示出來給我們看的一件事就是 後來那個單車選手叫什麼 那個牛下女車神叫什麼 李慧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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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慧珊是風帆那個 李慧珊 李慧珊 那個 李慧珊 踩單車那個 踩單車那個 是不是李慧珊 我不記得錯名 不記得了 總之大家知道 女車神 那一件事呢 就是她應該是做了一些 就是有些問題的了 那個很明顯就是 她 首先她是不應該在那裡出現的 因為她當時不是記者來的 那就是用了一些 用了一些 就是偷雞的手段 運了進去 她還有一些得戚 覺得挺厲害的 進去 然後呢 總之 李慧珊 本來就是有些惡言 不過總之你來訪問 我就談 結果是後來 又在那個電影裏面 有播過那一段出來的 你看一部電影嗎 Darwick 你看一部電影嗎 我沒有看 我都是看後來 後來的新聞報道而已 那 那 李慧珊 第二天 就公開出了一個聲明 是 是 是 表達不滿的 總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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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那裡 那個是有些問題 看來是 起碼由 女車神的角度看 就是她不應該這樣做 那 到底 那這件事 好像這樣的情況 有多不道德呢 有多不道德呢 所以 後來引起很大的反彈 就是後來那個聯合導演 就是這部電影裏面的另外一個導演 忘記叫什麼名字了 就是拿這個金像獎的時候 說了一些說話 什麼剪了先 拍了先 剪了先 上了先 那是完全不理會任何其他事情 就是意味著任何道德考慮都不用管了 我先拍了先 就是偷雞做什麼都不要緊 先拍了先 然後呢 就剪了先 跟著上了先 那就不要理會這麼多 那完全不考慮那個生產過程的道德手段 那這個東西來公憤 就是我想全香港 我就沒有看很多人 馮禧乾那篇我看過 就是有很多人都看來挺憤怒的 對於這件事情 就是你有什麼理由 在生產的過程裡面 完全不理會那個道德手段 就是就算出來那個 城下有多好都好 那你那個手段有問題的時候呢 我都不能夠 就是令到我不會想看你這個作品 因為你的生產手段有問題 那我就 那公憤要看起來呢 就比較傾向於認為 你的生產手段有多不道德都好 但是如果那個作品本身是 真是好的話呢 那就無妨啊 就是無妨作為一個好作品啊 那我自己就覺得劃它 但是我都不會看 我不敢說它是不是一個好作品 我想我有一點點來看 可能它還可以看一個好作品 但是我們在問這個問題 就是可不可以接受的問題 我可不可以接受一些藝術創作者 用不道德的手段 來製造一個藝術作品 我們在問這個問題 如果我們在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的基本的立程就是說 如果那個道德手段是 就是那個不道德的東西很小 但是那個道德作品很偉大 我想都有得談的 我都不會說完全否定的 但是如果你看到這件事裡面 就是這件事裡面呢 就是這件事來看的話呢 我個人是有點反感的 我覺得那個不道德的成份 高到一個地步呢 我覺得是不能接受的 就是我也都不希望 有任何其它的 以後的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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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這個 這個什麼…紀錄片的人 就是都follow這個情況 就是我最怕就是 如果你說拍…不理什麼 拍了先、剪了先、上了先 是一個他們行內以後的準拾 就是中間的過程裡偷黑拐片搶都無所謂 只要拍到作品好就可以了 那我就覺得這樣是不能夠接受的 我覺得這樣是不能夠接受的 這個是我的看法 剛才我們一個個都忘記了李衛詩 突然間忘記了 認識螺絲 繼續一下 光耀回憶一下 我想要這樣提的 第一就是 比如一個作品如果生產過程有不道德的東西 那你當然可以譴責它 無論那個道德是多嚴重都好 你都可以譴責它 那跟這個作品本身是好不好 我覺得基本上是可以分開的 因為這個作品表達的東西 跟他生產過程是可以分開的 如果他不道德 你當然可以譴責它 如果這樣容許 那就很麻煩 因為如果這些很不道德的東西 那當然是違法的 那有法律後果的 前陣子都有一個導演是因為這樣 也是類似的事情 因為違法所以就抓去坐牢 你可以抓去 但是如果我印象中 我不知道是不是整個娛樂圈 至少就是電影圈 這種法律 剛才你提過聯合導演去說這件事 我猜這個都是 一直來香港 應該香港是這樣而已 我印象中 我經常都聽到類似的事情 譬如說 他們拍的那些 在馬路的窗截片 其實他們沒有拿許可 他們就這樣就是現場拍的 即是逆線而行 很多人就這樣拍的 因為他們的解釋就是 你拿許可是拿不到的 你拍的是不行的 所以就偷雞了 即是偷雞了 這個就是違反法律 沒有被人抓到的 我想他們的 其實都是這樣的 當然如果你不接受 你不看 那當然可以 因為是自己的選擇 譬如說 我知道這個 麥當勞的牛肉 其實是很不引導的 對牛做出來的 我就不吃麥當勞的牛肉 漢武包雖然很好吃 很便宜 但是我不吃 當然這個個人選擇 你可以抵制它 你抵制令它 改變它 去practice 都可以的 那我又不反對 即是如果 如果這個電影圈 它製造的東西 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不看到電影抵制 令它改變它的practice 那我想這個都 即是我都 我又不是反對 又不是真的同意 你可以這樣做的 不過我始終強調就是 那個作品好不好 跟我們生產過程是怎樣 其實是 即是它沒有一個必然關係 就是它可以生產過程 很有符道德 很有規矩 很有制度 但是拍出來的影片 完全很差 或者藝術價值不高 即是它生產過程 是很違反我們那些倫理 但它又欺騙又哄 但它做出來的作品可以很好 就是我看的時候很好 是可以的 我只是做這個點 當然你抵制是可以的 我覺得 我又不反對 我覺得是 沒有所謂的 我又覺得就比較 這裏小心點好的 其實都不是只是藝術作品 就是你好像你說 任何東西都是的 這個世界上 你有做些少少不道德的東西 來換取一些很重要的價值 這樣 如果那些不道德的東西很細微的 即是 即是剛才我舉的例子 就細微到 即是騙那個小孩 直播版糖這麼小事的話 我想只是直播版糖的話 即是不涉及私隱等等的問題的話 不傷害他的心靈的話 這樣才算 而可以換來一些很偉大的 非道德的價值 那我想 都沒有人會跟你爭辯的 這些東西就是 但是最惱革的就是 當我們一旦 將它變成一種 即是輿論上 變成一種 一種 即是可以被稱重的 一種practice 即是說我們不理會道德 來到去完成藝術 或者不理會道德 來到完成科學 不理會道德來到去 去創作 搞學術 這樣才算 為了學術的目的 我做一些很不道德的東西 來完成學術的研究 一旦這個成為了一種 大家公認的原則 我又覺得是問題來的 OK 但是我 我想譬如你 那個道不道德 或者道德那個範圍 是很大的 你可以 是 你可以 小小事都不道德 又可以很嚴重 殺人火火都不道德 可以很闊 很闊 這樣 即是你 當我同意的 我們不會稱讚這些東西 OK 但是 你 你那條線畫在哪裏 可能就是沒有什麼準則 還有就是 他都不是 我都覺得他都不是 因為他作品很有價值 所以他 玩少許道德就容許 可能都不是 我覺得都不是那個問題 比如我舉例 比如說 這個 高根 OK 一個很 很出名的畫家 OK 好了 那 他就是 他未畫畫之前 就是做經紀 賺很多錢 他後來就租了畫畫 OK 放棄了一切 就去畫畫 這樣 放棄了一切 放棄到什麼地步 就是他連女兒 老婆都不理 走了 OK 如果從我們角度 這個 這個不道德 你老婆 和女兒都不理 OK 當然他後來就是 一個很偉大的畫家 很重要的作品 但問題就是 如果 他的價值這麼高 如果他價值不高 比如說 我也是這樣 我又拋了女兒 老婆 就去畫畫 我畫價值不高 這樣 變成我就很有問題 高根沒有問題 其實我問題一樣 我覺得 真的沒有關係 我跟高根問題一樣 都是拋女兒氣妻 跑去畫畫 不過他的成績高了很多 為什麼分別這樣 OK 那個我覺得 又不是因為他這樣 就可以原諒他的 我覺得 大家的道德問題 是一樣的 不過他 他的畫的價值 就高一點 這樣解釋 我想拋妻氣女 就嚴重一點 如果高根和你 都只不過是 欺騙小孩子 直播版堂 這樣就 我想OK的 拋妻氣女 你真是混水 你和高根都是不應該的 我懷疑 但是 如果你這樣說 譬如說 釋迦茉 你當年 都是拋妻氣子 去出家 那麼多人都說 他那個價值崇高很多 去拯救世人 OK 那是不是又可以 又可以 又可以用你的 argument 去做的事情 價值高 所以可以 override 這個拋妻氣子 他也是拋妻氣子 如果我 如果我看 他就是不承擔義務 本來 我猜 如果釋迦茉 繼續 去承繼 皇位 他的國家 就應該不會 因為他的國家 是被另一個國家消滅的 以釋迦茉 這麼有智慧 他應該就會 如果做到國王 就應該 不至於 這個國家被消滅 可以有辦法 拆解到 我自己覺得 OK 其實 你從這個角度看 他也是同樣的 不過我就是畫畫 高根就是畫畫 他就去出家 OK 不過他的價值 即是 他實踐價值 厲害很多 但是這個 都是從後果說的 因為如果釋迦茉 他心裡 不是那麼厲害 那我又 是不是又可以這樣說呢 所以 所以我也有些疑問 同意 同意 但是這樣說 變成 好像是說 一些價值衝突問題 好像剛才那些 那些 那些價值衝突 譬如說 譬如說 假如 用回David的討論 就是說 現在我拋棄氣壘了 因為我一個很崇高的使命 我做一些很偉大 很有價值的作品 流傳於世 很重要的影響 但結果我做不到 那就變得 我這件事很有問題了 OK 就變成這樣 譬如 他出家就是想拼救世人 靠靠佛教 普渡眾生 但如果他做不到 那 他前面那裡就很有問題了 又變成這樣